2019金融结论坛年会全体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与会嘉宾就深化金融供给策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央行行长易刚表示 央行运用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千方百计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我们在5月15号对10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 把他们的准备金从11%降到了8% 这个法定从本准备金率一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那么这样的三个百分点 我们准备通过5月15号第一次 6月17号第二次 7月15号第三次 分三次把这个钱落实到位 这样一共有释放出3000亿人民币 主要用于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贷款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兴表示 继2018年宣布15条银行保险业开放措施之后 银保监会又在2019年5月1日 再次宣布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 此轮开放措施覆盖范围之广 力度之大 将进一步显著提升 中国银行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 目前各项开放措施正在陆续落地 市场国际反应非常积极 多个地区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 已向我们表达了在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投资的意愿 并已由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提出了准入的申请 央行行长易刚海表示 下一步央行将会同相关部门一起积极配合 确保实现今年国有大型银行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%以上 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降低1%的目标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